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从6月26日至今没有公开露面 留下的悬疑越来越大 不仅中国网民热烈议论 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 7月17日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外媒至少四度问及秦刚 其中包括她与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傅小田有染的传闻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说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 does the foreign minister you have any update on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and when he will return to public duties or why he's been out of the limelight for three and a half weeks now 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Financial Times again the Times of London has reported that Qin Gang's disappearance is related to being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an affair with Fu Xiaotian a Phoenix TV reporter who recently gave birth in the US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that 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 just a follow-up question is Qin Gang currentl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你的第一个问题建议你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我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另一名记者追问 Qin Gang消失是否影响中国外交 毛宁说中方的外交活动都在正常进行 在中共外交部官网的记者会记录中 没有列入这些关于 Qin Gang下落的问答 截止北京时间7月18日晚间记者截稿 中共外交部官网上 Qin Gang的外交部长职务并没有发生变动 濒临破产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 7月17日深夜连发多份公告 包括推迟已久的2021和2022年年度业绩报告 根据报告 恒大集团两年的净亏损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其中2021年的净亏损为6862.2亿元人民币 2022年的净亏损额为1258.1亿元人民币 而恒大的总负债则高达24374.1亿人民币 恒大在一份交易所文件中称 这些亏损表明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对集团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疑问 巨额亏损和负债打破了香港上市公司的记录 也成为中国网民热门讨论的话题 纷纷质问恒大为什么能负债那么多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 对媒体表示恒大从龙头房地产开发商变成现在的模样 最主要是管理不善 也反映出中国的房地产商用高负债模式发展出了问题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也表示 恒大的问题是中国机型经济发展的典型 是整个中国的基建泡沫破灭的一个反应 估计最少有几十家巨型房企都面临同样的状况 他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将导致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泡沫的破灭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见闻 浙江民政厅公开今年第一季度火化数据 数字较去年增长超过72% 消息引发关注之后 目前浙江方面已经删除相关数据 网友讨论和媒体报道也已经被删除 浙江省民政厅7月13号公布今年一季度的各项数据 其中殡葬服务栏显示 火化遗体数为17.1万巨 同比增长72.7% 根据该省民政厅此前公布的数据 2022年一季度全生火化遗体9.9万巨 2021年一季度9.3万巨 2020年一季度8.83万巨 而从年度火化遗体总数看 2019到2021年 浙江全生火化遗体数分别为32.68万 32.57万和33.56万巨 相当于今年一季度火化人数 就超过了往年的一半 浙江省民政厅的这份一季度数据 比往年迟发了两个月 大幅增加的火化遗体数据引发舆论关注 最大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去年11月12月份 乃至今年1月份死亡的这个人数还是相当大 那么总的来说就是 第一季度焚烧的死亡的数量 一定是远超以往 但是呢 70%的数值对于中共民政局来说 这肯定是修饰过的数据 公布出来了 仍然让整个网络位置惊叹 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 就是官方修饰过的数据 仍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增幅 有时评人士表示 浙江宣称火化率百分之百 也就是火化率即可等同死亡率 照此推理 中共大撒把事解封后 超额去世人数至少在400万 首先这个数据 它其实极大概率 已经都是政府经过缩水 修饰以后的一个数据 其次呢 浙江地区呢 它还不算是去年底到今年初 开放的这一波疫情的重灾区 我们都知道在北京 广东 郑州和西安等等 这些重灾区 民间有大量的当事人和目击者 都反馈这个火化的数据 是远超过正常时期的几倍 乃至几十倍 那么按照这个数据来估算 出来的超额 枉死的400多万条人命 其实已经是被严重低估的结果了 目前浙江省2023年一季度全省数据 已从民政厅官网删除 许多网友在知乎讨论如何看待这个数据 但帖子也被删除 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说 在7月17号上午联系了 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工作人员 对方称 里面有部分数据应该是准确的 但没有解释删除原因 随后财新网的报道也被删除 全网删除意味着政府还要继续掩盖 真实的全国大量死亡人数 浙江死亡数据样板 可以类比出其他省市的死亡人数概率 也能模糊推算出 全国已经死亡人口数据 中国已经从社会访民维稳 走向了统计数据维稳 这是典型的数据维稳案例 为什么要全网删除这个数据呢 因为这个数据它尽管只是冰山之一角 但是它也足以说明 中共那个所谓的抗疫胜利 它只不过是建立在 哪一类白骨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谎言 一个政府在已经拥有了成熟的疫苗 以及国外还先放开的这种示范经验的前提之下 居然还会出现局势罕见的巨大的超额死亡 那么这个数据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告诉了所有人 这波疫情之中绝大部分死亡的人 其实都是死于人祸而不是天灾 中共去年12月8号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 放宽清零政策后 中国染疫和死亡人数激增 外界只看见各地医疗殡葬系统超载 尸体堆积来不及处理 但究竟死了多少人 当局一直讳莫如深 上个月 民政厅终于公布了延迟发表的 去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但唯独缺失火化遗体相关数据 当时外界广泛质疑 这可能是因为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 中国疫情死亡人数创下新高 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 各国举办纪念活动 来自波兰的网红斯坦 也分享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看法 还有认清中共政权的重要性 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24年 至今还没停止 波兰籍YouTuber网红斯坦 接受新唐人专访时表示 中共是外来政权 视为物主义者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 所以他害怕 就是那时候李洪志先生跟他的那个转法轮嘛 那时候就是很多人去看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 跟这个东西有产生共鸣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信也开始练功 这就是让中共害怕 那中共害怕 因为第一个他叫你做善事 他不是唯物主义 跟中国共产党非常不一样 所以中共他怕的是说 法轮功是讲真善人嘛 那这些东西也是有符合传统的那种 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中共就是怕这些 因为中共跟传统中华文化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斯坦认为 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 中共担心政权被挑战 所以决定镇压法轮功 中共现在对这些团体 或对这些不同的族群的人做的迫害 其实跟纳粹德国时期 也是无处于彻 就是把你关进几中银 或甚至完全把你给消灭掉 然后甚至担你的器官 他觉得他可以赚钱 他可以迫害人 然后他不只是不把你迫害 他还可以把你当作一个 他允许经营跟赚钱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是完全违反 所有的那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当全世界舆论都在声援西藏人权时 斯坦表示 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 也要持续关注 因为国际社会有种是 维吾尔人被迫害 集中营嘛 就是被关进集中营 然后西藏人也是 以前比较多人也会注意到西藏 就是那个时候就说Free Tibet 然后非常多的团体去支持 但是目前来说 法轮功以前也是有得到一定程度的 那种国际上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 因为这个新闻好像热度过了 我就不关心他了 因为维吾尔人仍然继续被迫害 藏人仍然继续被迫害 法轮功学院仍然继续被迫害 而且在国内外都有 斯坦说 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 充斥着大量 帮中国共产党洗地的大外宣 而真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忘记 就是8964发生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 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 波兰也民主化了 捷克也民主化了 苏联都瓦解了 但是中共没有 中共仍然去掌握权力 而且8964中共政权 它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暴力镇压 你说吴村田的学生 都被坦克车年压了吗 那它对法轮功学员 在采取的东西是什么 1999年7月20日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 不顾朝野反对 下令动员公安 武警 媒体 学校等国家机器 对法轮功全面镇压 全中国的报纸 杂志 广播和电视 每天充斥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和节目 因为中共它一直下剧本 在做它的大外宣 在推广 它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人 它才有资格代表中国的那种传统文化 实际上并非如此 它就是一个伪装成政权的一个帮派分子 一个恐怖组织 那你要对抗它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它的真面目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方面 他们有法文公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在民主国家 都是在合法的 在言论自由 跟那种每个人都有的那种 自由的范围内进行抗议 也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就是中共它一定会抹黑 它一定会造谣 它一定会讲什么 那是恐怖组织 那是邪教 那是什么暴力组织 但是我相信很多西方人看到 很可爱的法文公学员练功 他们是什么恐怖分子 7月15日 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中国城 举行千人大游行 纪念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24周年 走线华人对记者说 这一切罪恶的来源都来自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镇压 只有共产党倒台后 我们的普通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欺骗性反弹 中共公国二系统GDP数据 中共公布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是6.3% 虽然增幅不低 但去年基数太低 实际上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 尽管中共党媒高唱稳中向好 但民众实际感受差距却越来越大 外媒评论说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现欺骗性反弹 中共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及上半年的经济数据 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3%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 细看去年的二季度仅有0.4%的增长 如果和今年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仅有0.8%的增长 不到第一季度环比增速2.2%的一半 法新社报道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现欺骗性反弹 分析这一数据是受到去年基数较低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二季度经济环比几乎没有增长 强调复苏动能减退 与此同时 中共统计局公布 6月份16岁到24岁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 达到21.3%刷新上个月20.8%的记录 中国的16到27岁劳动力失业率是21.3%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 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失业 那因为7月份会有更多的毕业生会出来 所以失业率会更加的增加 所以我觉得以中国的经济来说 别加在一起来说的话就更没有乐观的理由 可以说是注定其他 已经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去调理它 中国经济增速不如预期 不过包括中共国家统计局 与各大官媒在报道时都避重就轻 强调上半年国民经济恢复向好 许多网友抱怨 自己真实的感受是收入增速拖GDP后腿 甚至是负增长 还有网友说 这个数字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为此中共国家统计局司长傅林辉 以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不同来做解释 今天的CCTV的新闻联播还是使劲讲 说经济增长现在叫做起稳向好 实际上中国的统计数字造假 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 现在统计局报的这个数字 跟民众的感受相差太多 现在中国进入塔西托陷阱 那就是说即使中国政府说的是真话 老百姓都不相信 何况他说假话呢 不久前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有信心实现年初设定 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 将是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 美国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 官方宣称 有信心全年达到5%的经济增长率 也并非不可能 过去就是靠大量基建来达成 但是这样的做法有副作用 内需全面的细活 那只有靠政府投资拉动 可是政府现在已经债台高筑了 你还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的话 最后浪费了多少钱 也都是老百姓自己来承担 那最后老百姓能不能承担呢 老百姓愿意不愿意承担呢 这实际上是摆在中国民众面前 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世界银行预计 随着世界各国央行抑制通胀的举措 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 这意味着国际市场 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贸易 将进一步下滑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洛阳 李某平 李某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 一审结束后 7月18号 七位辩护人到洛阳西工区法院要求月券受阻 申请西工区检察院监督也遭到推诿 当天律师王兴奇发文质问中共最高检最高法 一审审结后 二审法院立案前 辩护人的月券权是否该保障 并要求西工区法院纠正违法行为 广东维权律师陶波因关注胡信云案 呼吁建立死因调查制度 被所在的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刁难 不能年检不能代理案件 6月27号 他的当事人致电律师事务所 前台直接回复没有该律师 因为所里拒绝为陶律师犯年检 大连基督徒看小勇被控诈骗罪 非常金银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案件7月17号在大连市干警自法院审理 朱田律师包括赵青山、左迎春、郭海波等7人 崔木卿律师当天发文称 法院处理本案有众多违法行为 律师已经启动相应的控告程序 广州市攀渔区10楼镇 御丰村的100多名村民 自7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在村口打横幅 抗议村官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 近期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旗下的 社交软体微信WeChat 多次拒绝出席澳洲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听证会 参议院要求微信在7月21日前 必须回应其与中共政权有关的53个问题 7月17号澳洲自由党参议员 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已要求微信回应一系列问题 包括董事会或管理层是否有中共党员 是否审查批评中共的内容等 之前 参议院委员会举行 关于外国社交媒体干涉澳洲政治事务的听证会 TikTok 谷歌 推特等都出席了 微信是唯一多次拒绝出席的社交媒体 很多都是虚假的 所以才有这个审查 因为民主国家不允许 被一个专制集权国家的社交媒体软件去审查 然后澳洲的公民不能自由的在澳洲的社会去发言 2022年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遭入侵并被改名 分享内容便成替中共宣传 帕特森参议员认为 微信及母公司腾讯拒绝出席委员会听证会 是对澳洲议会的藐视 虽然他们承诺提供书面回应信息 腾讯一直协助中共监控用户 在中国 大量民众因使用微信被抓捕 被判刑 国内就是人人都有微信 你如果不使用微信 那你跟外界的沟通啊 交流啊 就会变得极其不方便 因为它成为了最大社交媒体使用的一个APP 虽然知道它在窥探你的眼师 在对你的信息进行审查 甚至对你进行全程的监控 但是你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使用到 更加安全的这条软件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说 海外华人跟国内的亲友联系 也只能通过微信 因为国外的软体都被中共禁用了 中共呢 它起来就利用了微信 利用它的算法 对海外的华人进行电相的投位 投位的目的呢 就是对海外华人进行洗脑控制 同时呢 收集海外华人信息 情报 而且中国人呢 在中共这么多年的 装置独裁体制的思想 关注和教育下 是没有掩饰权的概念 所以海外华人基本上也是人人都有微信 微信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12.5亿的越活越用户 2020年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以危害美国家安全为由 封杀微信和TikTok 微信逃过一劫后 在美国存活至今 帕特森参议员最近置信腾讯说 如果微信继续拒绝出席听证会 他将对微信与澳洲法律合作的意愿做出结论 并在8月1号提出相应的建议 信中表示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微信是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机器 而且有人指控微信被用来恐吓和骚扰 澳洲华裔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人 这显然是为了扼杀他们的言论自由 我想对于世界有一个招式的作用 很多民主国家 像吴远连门 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都会采取措施 或者说威胁 它在海外来讲 中共审查会有所放松 有所祸鞋 腾讯在1998年11月成立 2003年成立党支部 截至2021年6月 腾讯有6万多员工 14个党总支 275个党支部 党员1.1万多名 在意识形态上 腾讯一直紧跟中共 2021年 有大陆媒体人透露 腾讯大厦至少有一层楼 提供给中共网间人员办公 包括网警 国安和国保 大陆民众说 小时候懵懵懂懂加入中共 随着成长认清了这个组织 声明退出 下面来看他们的声明 紫峰说 我出生在中共国 在党文化的环境中 懵懵懂懂被戴上红领巾 被引导加入共青團 随着年龄增长和人生经历 深刻认识到中共的虚假 欺骗 邪恶本质 不想与其有任何牵连 再次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 即作废与中共关联的使约 云南省昆明市的陆清歌说 我深刻认识到了赤匪的行为 是危害中华儿女生存的 并且通过学习了解决定三退 谢谢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